各位老爸老妈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的主题 是有关系到止痛药 或者是抗炎药 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得清楚 如果听不清楚 可以在那个check的地方告诉我一声 来我们看一下 讲到止痛药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止痛药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疼痛的经历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疼痛的经历 只要是人类都会有疼痛的经历 然后在关系到疼痛这方面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疑问 然后我在这里来举几个例子 假如说 有些人会觉得止痛药是可以 去治愿的疼痛的疼痛的痛的疼痛方面的疼痛的疼痛之类呢 关节炎之类 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止痛药只可以控制疼痛罢了 等一下我会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 说OK 他觉得 OK 这个 他觉得没什么关系 因为就是通常有些人 他长期吃止痛药 他觉得 他还没有 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身体还OK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样子是 真的是没有问题吗 等一下 我们来探讨一下 然后接下来也有可能会觉得 OK 当我停止服用止痛药过后 他觉得他整个人不 除了止痛过后 除了止痛之外 他觉得吃止痛药好像 是一个好像 可以给身体强壮的一个东西 OK 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 然后第四个 有些人会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 我只是在痛的时候 我才吃这个止痛药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OK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OK 其实不是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不是 然后还有 另一种情况 OK 我有遇到的 有些病人还会问我 然后肌肉 就是 放松肌肉的 OK 和止痛药 是不是一样的 OK 有些 人 他会 觉得 我吃这个是 放松肌肉的 OK Mustle Relaxing 不是止痛药来的 所以不用紧 OK 所以这个是 真的是不用紧吗 你等一下我们来 跟大家分别一下 这两种的药物 然后 在我们吃止痛药的时候 如果是非常的疼痛 OK 是否可以吃超过 一种的止痛药呢 OK 你吃了一种止痛药 如果不够的话 是否可以吃 加另外一种下去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看 我们要非常清楚 是哪一种的止痛药 才好加下去 不然就会伤身 OK 这几个问题 是我常 遇到的问题 病人会问我的一些问题 OK 我等一下会 第一的跟大家分享 给大家更了解 关系到这些问题的一些答案 所以今天 的分享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看一下 止痛药 什么是止痛药 止痛药的定义 第二个重点是 疼痛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个重点是 疼痛的类型 痛有什么类型 有几种类的痛 第一是疼痛会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五 OK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止痛药的类型 OK 什么是止痛药 还有它一些的副作用 还有一些 什么是止痛药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接下来最后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止痛药 止痛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辅助 可以什么保健品是可以用来代替我们所现有的止痛药 帮忙止痛和消炎 OK 这样子的东西 这是今天六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止痛药 或者叫做正痛药 OK 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预制 或者控制一些疾病所带来的疼痛 OK 如果它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它都叫做止痛药 这一方面的功能 它都叫做止痛药 当然很多人 他会说 我吃的那个刚才我所说的 我吃的那个不是止痛药 它是 帮助 帮助放松肌肉的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有些医生 他不懂要怎样跟病人解释 这个药是什么东西 他就说 这个是 放松肌肉的 OK 有些 法门师也是会这样讲 OK 但是其实 很多 放松肌肉的药 OK 都是止痛药来 OK 其实放松肌肉的药 如果真的是放松肌肉的话 它是 没有 OK 止痛的 效果的 它只是帮助那个肌肉放松 如果有止痛效果的话 它里面一定是掺杂了 止痛药的成分在里面 OK 所以 当 你买 放松肌肉的那个药 muscle relaxant 真的是要问清楚 这个是 真的是muscle relaxant吗 而不是 有任何的止痛的成分在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要 当你买这个 这类型的药的时候 要问得很清楚 来我们看一下 痛 我们的疼痛的这个感觉 是怎样产生的呢 OK 简单来说 这个疼痛的感觉 是通过我们身体的神经线 来传达而产生的 当我们疼痛的时候 OK 当有东西 刺激到我们的疼痛的一个 接受器 叫做那个 Nocisceptor neuron 这个接受器 就是神经线的 这个 神经的这个接受器 可能是外来的 那些伤害 可能是 什么外来的刺激 这样子 当这个神经线的 这个疼痛的接受器 被刺激过后 被接受过后 它就会传达这个讯息 通过神经线 传达到我们的 那个 脊椎骨那里 那个 然后再 传达去我们大脑 告诉我们大脑 OK 有 这个疼痛的刺激 然后令到 然后大脑就会 告诉我们 哦 这个 这个是会令到我们 感觉 疼痛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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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疼痛的 那个 感觉出现 这是整个疼痛的 整个 感觉的产生 OK 是通过一个接受器 经过神经线 再经过大脑 分析 来告诉我们 当然 这个 整个过程 OK 是 很快 瞬间的 感觉 虽然是 你看到 这整个 好像要 通过接受器 然后要 神经线 在大脑 OK 这个整个感觉 是很快的 瞬间的 一个 过程 来的 来我们看一下 疼痛有什么 有什么 种类呢 OK 疼痛有三个 种类 普遍 有三个 种类 第一个疼痛是 伤害性疼痛 Nocisceptive pain 这个疼痛的话 就是我们一些 组织上的 损害 所造成的 疼痛 就是包括 大部分的 可以说是大部分的 你可以看到的 疼痛 OK 所谓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肉眼 可以看到的 疼痛 就是 好像 割伤 或者是 撞伤 之类的 OK 你可以 看到的 或者是 可以去 肉眼看到 或者是 身体 感觉到的 大部分的 疼痛 OK 这个伤害性疼痛 组织上的 损害 然后 还有 神经性疼痛 Neuropathic pain 这一个疼痛 就是 神经上 神经系统上的 一些损害 造成的疼痛 OK 这个神经性的损害 造成疼痛 OK 它的痛 可能 你可以感觉到的 是 不只是 我们平时感觉到的痛 包括了一些 非疼痛的一些 症状 包括了 好像 有给 真 有给 真 刺的感觉 或者是 麻痹的感觉 或者是 被火烧的感觉 这个是神经性的 疼痛的类型 它除了痛之外 它还有 连带 其他的 那些 症状 OK 除了这些 神经性疼痛 和伤害性疼痛 之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疼痛 包括可能是 一些 那些 cancer的疼痛 OK 它掺杂了 OK 其他的疼痛 在里面 今天我是没有 跟大家探讨 今天我们探讨的 比较多的是 伤害性疼痛 和神经性疼痛 这两方面的疼痛 当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吃止痛药 为什么我们要把痛减少 那是因为疼痛 是可以带来很多的影响的 包括了心情上的影响 包括了压力 包括了焦虑 包括了 睡眠上 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品质 疲累 OK 令到我们没有办法 很活跃的活动 OK 就好像当你脚痛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做 不同种类的运动 就没有办法达到 比较 就是 就是我们身体 那个手脚的灵活度 就没有办法达到 OK 这就会预制 限制了我们的社交的一些活动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因为这疼痛是 令到很多方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现有的西药的话 都可以帮这个疼痛减少 当这个疼痛减少的话 它可以 OK 减少 这个方面的 就是不好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 那个我们要有些人 当不能 那个痛不能 去 控制的时候 它是 它是要 可以减少这个疼痛的 用药来减少这个疼痛 来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药是可以 减少这个疼痛的呢 它有什么种类呢 基本上它是有两个种类 基本上它是有两个种类 第一个是 非鸦片类的种类 第二个是鸦片类的种类 非鸦片类的种类的话 它就比较是那种 Mal to moderate 比较温和的疼痛药 疼痛药 鸦片种类的话 它是比较强的止痛药 就是它比对阵痛的 那个功能比较强 OK 所以 非鸦片的种类 通常 我们一开始吃止痛药 的话 我们都是会吃这类型的止痛药 非鸦片种类的 OK 包括了一些肺类固醇的抗炎药 OK 肺类固醇的抗炎药 Nset OK 这都是比较普遍 我们可以吃到的 包括了 那个 Ascrin 包括了 Ascrin 包括了一些 Ibocrofen 包括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 止痛药 OK Diclofenac 都是一些 非类固醇的 抗炎药 等一下我跟大家 详细的分享 这一类的抗炎药 接下来 比较普遍的 OK Acetaminophen Acetaminophen 就是我们所谓的 Paracetamol Paracetamol 它们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不同的教法 Paracetamol的话 就是 我们除了 发烧可以用它之外 它也是可以 帮助比较轻微的疼痛 比较轻微的疼痛 Paracetamol 关系到那个 鸭片类的疼痛药 包括了 可能 我们 你可以比较常见的 OK 就是 一些 podin 一些 tramadol 你有在这边 列名了 如果是 麻痹的话 Morphin OK 它是比较少 可以 我们 你可以 见到的 因为这类的药 通常都是 在马来西亚 都是比较严格的管制 通常它只是 局限于 给 医生只是会给 大部分的 只是会给 cancer的病人 因为这类型的药 有它很多的副作用 鸦片类 对正通药 有很多的副作用 它的管制 是比较严格的 不可以 是随便的 用 或者随便的 在法马系买 或者是 随便的 自己的 去使用 这一类型的 子通药 OK 当然 我们 虽然是 比较容易 可以买到 比较温和的 正通药 这个肺类不损的 抗炎药 虽然是可以 可以比较 轻易的 买到 但是也不代表 我们可以 轻易的 使用它 OK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肺类不损的 抗炎 子通药 叫做 NZ 它 有几样东西 是我们要 我要跟大家分享 OK 第一 因为这个 抗炎药 它有 抗炎的 作用 OK Anti-inflammation 它也有 发烧 减少 发烧的功能 减少 发烧也是 发炎的一种 OK 发炎的一种 所以 当我们 吃这个 子通药 的时候 OK 我们 当你真的是 有这个必要 吃这个子通药 OK 因为 你的 你 疼痛 还有发炎的话 记得 你一定要 如果一天 医生叫你一天吃三次 或者一天吃两次 的话 你就一定要这样子 跟着这样子吃 OK 不是说 OK 我的疼痛 没有了 我的疼 没有了 所以我不要吃 我疼到痛 才吃 因为通常疼痛 都是 尤其是 关节 肌肉上的疼痛 都是 里面的组织 有 除了 痛之外 它还有发炎 它还有发炎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 可能可以看到 可能可以看不到 看得到的话 可能就是 如果你的 那个组织 那一个部分 有 红种 这样子就看到了 就可以确定 真的是发炎 可能有些是 没有红种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 OK 这样子 如果是 医生有 叫你吃 一天三次 你就要跟着 吃一天三次 因为 这个止痛药 不只是 止痛罢了 它还有 预制 那个发炎 所以 当你的痛 减少过后 不代表 里面 那个发炎 也减少 所以我们还是要 继续吃 这个是 其中的 一个东西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来 这个 这个止痛药 OK 它 因为 它有一定 的 需求 就是 你一定要 吃饱过后 饭后 才吃的 如果你 如果你不清楚 有什么 东西 是饭后 或饭前 这样子 当你吃止痛药 的时候 你就 全部吃饭后 会比较保险 因为 因为 这一方面的止痛药 是会令到 我们的 肠胃 会有一些 副作用 所以 当 这一个肠胃的 副作用 产生过后 会令到 可能 你会觉得 有胃 酸 过多 胃不舒服 这样子 所以 吃这方面的止痛药 一定要 吃饭后 不可以 吃 空腹来吃 这一种类的 止痛药 如果你不能分 这一种 你吃的止痛药 是哪一种类 这样子 你就 全部 你的止痛药 你就饭后吃吧 OK 然后 还有一些 止痛药 就是 你所看到的 这个 可能 你 常常会 听到人 说 这个 它是 预防 中风 预防 我们的 心脏病 帮助 我们的 血液 比较 稀释 我们的 血液 这个 是止痛药 对 这样子 每一天 吃 因为这个 如果是 预防 中风和 心脏病 它是要 每一天吃 这样每一天 吃有问题吗 OK 每一天 是有问题吗 这个答案是 如果 你是 有跟着 医生的 指示 每一天吃 然后跟着 去做 复诊 的话 这样子 是OK的 那个好处 是会多过 那个副作用的 坏处 加上 这个 是 low dose 就是 它的成分 比较少的 可能是100mg 罢了 或者是 75mg 这样子 每一天吃 而不是 如果你要达到 止痛的效果 可能你要去到 300mg 或者是 500mg 如果你是吃 300mg 或以上 500mg 每一天吃 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子就不可以 如果你是 很轻微 是轻微的 那个剂量 75mg 或者是100mg 是OK的 最重要是 你要 复诊 要复诊 当你有吃 这个 aspirin的时候 这是 这方面 肺肋固醇 抗炎 要所 要注意的 一些 一些 东西 OK 接下来 我们看 鸦片类的 OK 为什么 鸦片类的 管制 是比较 严格 为什么 不容易 的 去被 可以 购买到 他一定 是要 医生的 那个 处方 是因为 第一 OK 他的 毒性 比较高 第二 然后 他的 那个 比较会 容易 产生 很多的 副作用 OK 因为 他是 比较 强的 止痛药 包括了 是令到 你会 感觉到 长期 要 依赖 他 OK 刚才 我有其中的 一个问题 他 就是 说到 他 有些病人 他会问 说 如果 我 我每天 这样子 如果 我没有吃 这个止痛药 我会觉得 我会生病 OK 那是因为 可能 他吃的止痛药 是这 一类型的 止痛药 这一类型的 止痛药 因为 他身体 已经是 有 那个 依赖性了 所以 当 他没有 吃的时候 就好像 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那个 那些 抽烟的 那些 烟鸣 他 这个 也是有 那个 抽烟的 那个效果 就是在 他身体里面 在他的脑里面 形成了 那个 很多 不同的 那个 接受器 令到 那个人 已经 依赖 这个 止痛药 当他 一没有 这一个 止痛药 这个 肥料 去 那个 去 给那个 接受器 的时候 这样子 他身体 就很难受 就好像 吸毒 这样子 为什么 人家 那些吸毒的 那些 吸 以前吸 鸦片的 或者是 那些吸毒的人 他会有 当一 他接毒的时候 他没有 这一方面的 那个 止痛药 都是 鸦片类的 止痛药 他都会影响 到我们身体 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 都是 对身体 有很大的伤害 然后产生 那个 那个 依赖性的 那个 效果 在里面 所以千万不可以 水溢的 使用 一定要有 处方 还有 如果你有 用这方面的 止痛药 一定要 经常的 咨询 你的医师 或者是 那个 药剂师 当 这个止痛药 不够的时候 当你吃着 那个 那个 这个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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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的时候 当你要 加 止痛药 你是 可以 真的是 没有办法了 那个 真的是 很疼痛 因为一些 可能是 cancer的 痛 可能是 一些 一些 其他方面 的疼痛 你没有 办法了 这样子 你就可以 加 这个 鸦片 类的 止痛药 OK 千万 是 不可以 加 同一种类的 肺 肺 肺 固 醇 抗炎 就是你 吃着一个 肺 肺 肺 固 醇 的 抗炎 的 止痛药 这个痛 不能 不能 控制 你又 再加另外一种 肺 肺 固 醇 的 抗炎 止痛药 是不可以的 OK 你要 加 可以 加 这个 Opio 这一类型 的 止痛药 当然 是要 有 处方 才可以 加 当然 要有 处方 才可以 加 这个 是可以 加下去的 那是 一定要 处方 一定 是要 这类型 的 止痛药 所以 所以说 其实 你要 加的 止痛药 的选择 其实 不是 很多的 你可以 再 不能 OK 你可以 加 那个 paracetamol OK paracetamol 当然 paracetamol 是最基本的 其实是 先要用 paracetamol 再 不能的话 你才 加那个 肺内部 神的 抗炎 止痛药 再不能的话 再 加这个 鸦片的 类型的 止痛药 这样子 加法 一个一个 加下去 OK 但是 一定要 加 对 千万 不要 加 同类型的 不然 就会 有 对身体 产生 很大的 不作用 OK 抗炎 肋骨筍 大家 有些人 有听过 有些人 没有听过 肋骨筍 是很强的 一个 抗炎药 为什么 当我们 疼痛的时候 我们 有些 医生 会 加 一个 osteroid 下去 肋骨筍 下去 就好像 有些人 他 尿酸 有尿酸 通风 这样子的 问题 医生 都会 加一个 这个 osteroid 下去 是 为什么 是因为 刚才我所说的 当我们 疼痛的时候 很多 成分 很多的 组织 都是处在 发炎的状况 发炎的状况 同种 当这个 发炎的状况 的 有 产生的时候 它都会 影响到 你更痛 当你红和 肿 发炎的时候 它都会 影响到 你更痛 所以 这个 osteroid 加下去 减少 那个 发炎的话 这样子 它那个 疼痛 就会 连带的 减少 当然 这个 osteroid 护士 也是一样 它的 也有 很多的 副作用 它 不能随便的 去 使用它 不能随便的 使用它 刚才我有跟大家分享的 有那一种类型的 非 内固醇 抗炎 止痛药 先用那一个 先 那个也是有 抗炎的作用 如果真的是 不可以 才加这个 内固醇的 抗炎药 如果 你的疼痛 是有 刚才我所说的 刚才我有所说的 那个 疼痛的 那个 种类 有 那个 神经性的 疼痛 Neuropecate OK 它是 有 刺痛 有好像 针刺 这样子 有麻痹 好像有 火烧 这样子 如果你是 这类型的 神经性的 疼痛的话 这样子 你可能就要 加 这一类型的 止痛药 OK 就是包括了 一些 Neurontin 这个是药的 牌子的名字 它是 Gabapentine 或者是 Lyrica 那个 这样子的 止痛药 包括了 一些 Antidepressant 就是 那个 神经 那个 抗忧郁症的 那个 药 微量 抗忧郁症的药 或者是 一些 发扬掉的 那个 药 OK 都是 可以 有 神经性 止痛的 效果 OK 所以 一些人 他吃一些 抗忧郁的 药 或者是 发扬掉的 药 不代表 他是 有 这样子的 疾病 OK 可能他是来吃止痛的 但是这个痛是神经 神经性的疼痛 包括了 很多 这一方面神经性的疼痛 都会 发生在 OK 如果你的脊椎骨 有受伤 OK 可能是 Sleep disk 可能是 呃 椎签盘 发炎 之类的 东西 或者是 脊椎骨 呃 有受 呃 就是 你有 曾经有 损伤 开过刀 还是之类 OK 会发生 在这样子的情况 会比较多 神经性疼痛 或者是 呃 那一个 呃 糖尿病的人 啊 他也是会有 这方面 的少许 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糖尿病 他会损伤 那个神经线 OK 造成 神经性的 麻痹 或疼痛 OK OK 麻醉 麻醉也是一种 呃 一种 呃 方式 OK 呃 这里我大概的 带过 麻醉也是一种 止痛的一种方式 他是 呃 很 在瞬间里面 来 麻醉 预制 你的那个 神经线 在很 短的时间里面 通常他都是 要需要 专业的 麻醉是来 使用的 呃 当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这一个 药才会使用到 当然 还有市面上 也在法门西 可以买到的 一些麻醉剂 OK 都是 外敷的麻醉剂 OK 如果是内用的麻醉剂 是不可能 是在法门西 可以买到的 OK 这个是麻醉 他是在 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 产 就是预知 你的 呃 神经线 不让你的 那个疼痛的讯息 传达去你的 脑部 来 呃 告诉你的脑 呃 呃 你有 那个 疼痛的感觉 啊 这个是在瞬间 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麻醉的 呃 我们吃的一些 呃 呃 风氏的药 很多风氏的药 或者是痛风的药 都是这一类型的 非雷固醇 非雷固醇的抗炎药 包括了好像 比较常见的 好像 Diclofenac OK 这个药最多人买 Diclofenac 所以每一天都有人来跟我买 呃 呃 这个药 他这一方面的药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长期吃的话 这样子 他会造成 这一集 最重要的 肾脏 出现 损坏 出血 胃 胃 出血 OK 胃不舒服 胃痛 然后 高血压的人 OK 会影响 你的 血压的 呃 控制 OK 如果你有吃高血压的药 你再吃这个 肺肋骨醇的 抗 呃 止痛药 它会影响到你 呃 血压的控制 当然 这个是要长期使用 才会有得到 这样子 不是说 呃 不是说你 呃 我吃一次 呃 你就会 肾脏就出现了 问题 OK 不是这样子说 当然还有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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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的人 OK 呃 他的 运气 没有这么好 他吃一次 他的那个 那个 呃 肺尼 他的那个 呃 肾脏就损 损坏了 是有 这样子的 呃 人 但是是 几率是很少 很少 OK 通常这个 副作用 是长期 影响的 所以 那个问题 我刚才 一开始 所说的 呃 那个 有些人 他说 哎呀 我偶尔吃一下 不用紧的啦 我痛才吃 罢了 OK 我痛才吃罢了 不用紧 不用紧的 我不是这样子 说的哈 如果你是 偶尔吃一次 每一个人 定义 偶尔吃一次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 定义成 我一个礼拜 吃一次 我是偶尔 说 呃 我叫做 偶尔吃一次 有些人说 我一个月 两个月 吃一次 OK 是 偶尔吃一次 如果是 一个月 两个月 吃一次 对 你是 你可以说 是偶尔吃一次 OK 如果你是 每一个礼拜 一次的话 那个不叫做 偶尔吃一次 那个叫 也算是 长期 OK 也算是 长期 所以也是 不建议的 不建议的 要自 要自本的话 要找出 为什么 你疼痛 你疼痛的来源 是 为什么 OK 是你的尿酸 还是 风湿症 还是什么 这才是 比较正确的 做法 来我们看下 鸦片类的 那个副作用 那个鸦片类的 药物的 那个副作用 刚才我所说的 除了刚才 会令到你上瘾之外 OK 最大的方面 它就是影响 OK 你身体的一些功能 包括了骨折的风险 荷尔蒙的平衡 OK 呼吸和心脏的问题 它会影响到你的肺 还有你的心脏 然后过多的话 会导致死亡 OK 当然它会影响到你的脑部 脑部 那个是 就是令到 那个脑部的 那个反应会比较 慢慢的会退化 会退化 这是比较一些 还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也是会被影响的 所以它不能够 长期的使用 除非你是有 在医生的指示和观察下 使用这个药物 OK 才可以的 OK Steroid 肋骨笋 有什么副作用呢 很多人都 听到 知道肋骨笋 但是 肋骨笋 它 除了在 医生的指示下 你需要长期的使用 因为某种疾病之外 千万不要随便的 使用 或者是尽量 减少 那个使用 OK 因为肋骨笋 它是有 好像那个 鸭片类的 副作用 这样子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副作用 从头到脚 都是有 它的副作用 最常见的就是 首先 它会令到你的 那个免疫系统 降低 第二 它会令到你的 内分泌系统 降低 引起糖尿病 肾上腺素的疾病 第三 它会领导 我们的骨骼 OK 脆弱 造成骨骼 疏伸症 还有各方面的影响 OK 从头到脚 所以 不要随意的 使用 steroid 一定要在 医生的 指示下 使用 OK 不可以自己 因为很多人 因为steroid 它的 它的那个 效果很快 吃了过后 哇 立刻 OK 它感觉到 OK 那个酸痛 那个 各方面的 那个 好像吃到 好像吃到鲜蛋 这样子 OK 都 一下子的 控制下来 各方面的疼痛 但是不代表 OK 这一个东西 没有带来 其他方面的 副作用 所以要注意的 来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 天然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 使用 可以去 来 试下的 去帮助你的 疼痛的一些 问题和一些 疼痛方面的疾病 我本身最常用的是 这个姜黄 这个姜黄树 是比较我常用的 接下来 就是 Posfilia 乳香 也是我比较 多常用的 一些东西 帮助 疼痛方面的疾病 包括其他的东西 也是 也是 可能你可以在 药剂行 找到 但是可能比较少 那个 Capsicum OK 那个 辣椒 酥 OK Olive Basil 这些 可能都比较少 可以找到的 比较多 可以找到的是 乳香 和 浆黄树 鱼油当然也是 比较可以找到 但是鱼油的 止痛的 天然止痛效果 不是很大 OK 比较强的是 姜黄 所以今天我 特别选 这个姜黄 来跟大家分享 姜黄的好处 是 它可以 是天然的止痛药 它也可以是 天然的 抗眼药 它是很强的 抗眼药 所以 它 基本上 它是可以 去 代替 那个 那个 非 抗眼性的止痛药 OK 那个NZ 那些好像什么 Espirin 或者是 i-puprofen 它也是一个 抗氧化剂 很强的 抗氧化剂 So 就是 帮助身体 修复的 比较快 帮助 就是抗一些 自由剂 帮助抗癌 这样子的 抗氧化剂 它也是 抗菌和 抗病毒的 一些 一个 两药 OK 一个 天然的 一个成分 所以 所以这个 Tumeric 这个 姜黄 树 是我比较 喜欢 建议 一些 有疼痛的人 身体 有发炎的人 使用的 当然 这个时候 这个 COVID 的时候 我们 吃这个 姜黄 树 是 不错的 选择 因为 这个 COVID 在很多方面 这个姜黄 树 都可以 帮助的 尤其是 它的 抗氧化 还有 它的 抗炎 因为 COVID 当我们 种这个 COVID 的时候 都会有 这两方面 的问题 发炎 OK 还有很多 身体里面 有很多 自由基 在里面 当然 这个 也是可以 抗病毒 OK 当然 它没有什么 临床的 实验 说 它是 可以抗 这个COVID 的病毒 但是 它是 overall OK 全方面的 不同种类 的病毒 这个是 姜黄树的 好处 但是 姜黄树 有一个 问题 它是 很难 被吸收的 很多 病人 他会问 我这样子 我去 吃很多 Curry 就好了 我吃很多 那个 就是 姜黄粉 黄姜粉 OK 就好了 我每天 我每天 都有喝 我每天 就是会放 一茶匙的 黄姜粉 下去 OK 其实 这个 它的问题 就是 这个姜黄 它是很难 吸收 即使是 你每一天 吃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它的吸收 它只是 很微量的 3到4%的 那个 姜黄树 就是它的 那个 有医疗效果的 那个成分 那个摧取物 的吸收 只有3到4% 除非 你可以 每一天 吃 几个KG的 黄姜 这样子 你就可以 有达到 那个效果 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怎样 每一天 吃几个KG的 黄姜 所以 最好的方法 就是吃 它的 萃取物 OK 它的 姜黄素 OK 什么东西 是有 这方面的 比较高浓度的 姜黄素 就是一些 保健品 OK 一些保健品 但是 这些保健品 也是要 要注意的 OK 不是 每一个 姜黄素的 保健品 都是 它的吸收 的 那个 percentage 都是很高的 有些 如果它是 没有特别 去处理过的 这样子 也是 它的吸收 也是 比较低 虽然它是 比 它是 比你 吃 那个 那个 深的 黄姜 来得 高一点 但是 还是 不足够的 要什么 类型的 那个配方 才是 比较好的呢 你可以 去找 这样子的 类型的 自制体的 配方 或者是 纳米克粒的 配方 或是 时下的 配方 OK 它都是 会 令到 这个姜黄 直接的 被吸收 吸收的 比较多 进身体里面 来达到 那个 姜黄的 功效 来达到 那个 来 避免 这个 吸收 的问题 来避免 这个 比较 很难吸收的 这个问题 这样子的 配方 是比较 好的 OK 所以 一些 关节炎 痛风 肌肉 肌肉 和骨骼 疼痛的人 吃这个 姜黄素 都有 可以帮助 它 减缓 那个疼痛 发炎 或者是 减缓 那个 这一方面的 损坏 或者是 退化的 过程 这个是 姜黄素 都可以 帮助的 当然 它不像 那些 我刚才所说的 西药的 止痛药 这么的强 你吃了过后 可能在几个 小时里面 你就可以有 止痛的效果 OK 它 不能够有 可能 不能够有 如果你的疼痛 是很痛的话 中等到 严重的疼痛的话 它不能有 这样子的效果 它是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你是需要 吃 一段时间 可能是几个礼拜 它才可以 达到 那一个效果 所以是要 比较要有耐性 如果你要使用 这个姜黄素 来做一个 代替品化 好 今天我的分享 到这里 谢谢大家